在2024年3月的选举中,其诺市民将有机会就其诺市公共安全、道路和基本服务保护措施、措施5投票。 选民将决定增加1美分的销售税是否符合其诺市的最佳利益,以维持居民所期望的服务水平。 这笔额外的收入将维持城市的基本服务,如警察、消防、911紧急医疗响应、街道维修、清洁饮用水以及清洁安全的公共区域, 同时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并维持老年人、退伍军人和青少年的计划。 如果选民们决定通过第五项议案,那么每花1美元就会有1美分的税收减免。 然而,它并不适用于食品杂货、医药、医疗、牙科、房地产、租金、教育、公共事业、个人服务或劳动力。 但它每年将产生约2800万美元的专项资金和地方控制资金,使其诺居民和企业受益。 除了维持基本的城市服务版,本市还将能够解决2.6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和社区改善项目资金缺口。 如果忽视这些项目,将来只会变得更加昂贵。 中国目前的销售税税率为7.75%,但该市只获得1%的地方税收。 如果获得批准,第五项议案将使其诺的销售税率与邻近城市持平或更低。 这些城市目前的销售税率为8.75%,最高为10.25%。 去年,奇诺创造了2.754亿美元的销售税收入,但只收到了3,550万美元,其余的都流向了地方机构、县和加利福尼亚州。 通过第五项议案,1%的额外销售税的每一分钱都将留在奇诺市。 由当地控制,以维持基本的城市服务,并满足我们的基础设施需求。 第五项议案将包括严格的问责制、支出披露和公众监督,以核实资金是否得到了高效、有效的使用,以及是否兑现了承诺。 要了解有关奇诺公共安全、道路和基本服务保护措施的更多详情。 居民可访问,cityoftrino.org.mejor.v 居民可议